前天退潮的时候,他们有在这里弄的下的鸡笼,弄的有八爪鱼 这不今天有大退潮了,结果我回去看,家里的鸡笼都坏了 我就自制了几个这种筐子,埋在这看看能不能弄的八爪鱼 现在弄的八爪鱼就好了,开始 这个往框里边添沙子,添满了之后,等草长上来,就啥了 就能吃平了,这有个洞,那些小海鲜都往里边端了 这个洞的洞还挺大 这层里的洞已经尽了,很了解 站起来,站起来,把他飘出来了 站起来,我弄一下,弄一下 正好,带个东西去 弄一下,一会儿来了,有个公公鱼,放进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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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伯母 好,再弄一下,OK了 把洞融死了 多弄两个泡 这边,范围比较大一些 这边泥这么大 下手吧 这水下面的泥沙不好弄 压力太大了 太粘 差不多了 再放一条一会儿 这边的泥沙 看上去也落山了 还水也开始涨潢了 我们先回去了 明天过来看看 我们来取一下我们的螃蟹 我去,那鱼都成这样的了 你看,你还没那么吃呢 成这样的 放下 看下一个 这个这么长 这边也有两个 哎,为什么没有挖上云呢 这个螃蟹 虽然小一点还行 你还别撑成这样 把他放上去 把他旁边放上去 把他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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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弄多少 这个沙子还堵成这样 哎,有大东西 不会吧 真的有大东西 快走了故事运了 这是 大螃蟹 这么大 你看一下 吐泡了 这都发财了 你看这个鱼翅 差点就只剩个头了 还有两个小的 发财了发财了 弄了大螃蟹 收起来收起来 去吧 啊 大螃蟹 在这儿 大螃蟹 给大家洗去看看收货 今天弄了个之前的大货 这架子都不敢靠近 太微微 条子花 真不敢往下放 放的往下成为圆 刚才能发到鱼的 结果弄了个大螃蟹 也挺软一点 毕竟还太贵了 走 天气也不早了 那个潮水都涨上来了 我们要回去了 拜拜